大家好 我是Google亞太區資料中心 繼Google台灣區的人力資源協力 我叫許淑華 我現在有兩個小孩 大的七歲 小的現在只有四歲 他們這一代人稱網路原住民 就是說從小就這個暴露在很多的網路資訊中 那所以對他們來講的話 我的態度一直就是 他們有需求的時候我會去協助他們 好比說一年級的哥哥 他現在經常會想要用網路去查詢字典 因為他發現用網路查字典 對他來講是比紙本的字典要更快速 遇到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我通常就是會陪在他的旁邊 跟著他一起查詢 我自己在小朋友使用這個網路 內容的這個一點點小小的心得是說 我盡量把小朋友會需要使用到的一些網站 或是他需要一些資源呢 我先把它bookmark起來 然後呢當小朋友需要的時候 他可以很快速的找到 所以他並不需要到比如說search上面去找 很多的資訊或是input一些字眼 那就這個部分就出錯的機率就會降低很多 就是說他不會去access到他不需要access的資料 就是你建議是對於比較年齡層比較低的小朋友 對像現在我小朋友這個比如說 他常用的就是所謂字典的網站啊 或是他常常需要使用什麼十萬個為什麼之類的 那我就會把這樣子的網站把它bookmark起來 那youtube的部分也是一樣的 我會把他們經常在收 那就是我可能會播放給他們聽的一些頻道 我會把它bookmark起來 或是他們愛聽的那幾首歌 我會把它bookmark起來 所以我或者是他們都可以很快速的去搜尋到 他們想要的內容 那就減少他們停留在網路上的一些時間 我想這個也是除了設定一些安全搜尋模式之外 可以用的一些小小的一些tips 盡量是希望說我會用輔導的方式代替這種禁止的方式 當然這個時間上使用還是要必須要設定 因為對他們來講的話 還是不希望他們太沉溺在這個整個網路的世界裡面 那但是就是說如果能夠 我跟他之間都能夠以這種開放的溝通的方式的話 我想未來慢慢的 我也是跟他一起學習成長 怎麼樣迎接一個新的時代的這個網路世界的來臨 那我想我們可以一起合作 就是可以讓這一塊能夠得到最大的功效 但是能夠減少它可能會帶來的一些影響跟傷害